整棋子在廣東坡 魚仔知道怎麼埋 埋在水面 發生在19號一場大火以後 尤其就講香港行川的財產 牠是受到無淹 牽中無臨氣泡 不如牠睡牙齒也冰頭失望 是讓回去威嚇生態環境的社區民眾 感覺很痛心 因為魚仔 牠這裡都很多 現在 所長減少牠 我看牠很怕生 每一天都在保育 因為牠的生活都沒有牠 我們發言就說 整個蝦仔麵的水泡 有可能是 人擺放肥水 污染到 所以魚仔現在會冰頭 今年九月在家 這發現牠屬參加抑制擺放肥水 獲得魚群大量驚救會很兇 不到一年的時間 近年再出發生 也讓社區基民懷的抑制 是賺到大火來頭擺肥水 魚泡是什麼原因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 再來就是水的顏色 人家感覺也怪怪 應該是不能這種顏色 你說它是有一點綠色 或是有一點藍或是有一點綠 這種有一點 看起來就有一點水泡的感覺 我們本有豐富的生態 所以沒有公體性的人破壞 社區表示 只要發現有破壞生態的機動 都可以向社區來檢查 希望大家做回來維護 知道這個豐富的生態環境 這是我們的一個好地方 我希望是說如果有客來到這邊 或是其他居民來到這邊 發現有一些污染的話 請告訴我們社區發展協會 或是我們當地的居民 我們都可以當其我們的檢舉人 來維護我們自己社區的一個清潔 還有一個環境的保護 在發現的第一時間 社區就馬上統治環保局勁來出用 現在也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調查 在處社區也有效 知道是生態保護福祉庫 希望大家不可以做維護的事情 讓大家的辛苦維護都完全白了 今天王主日 蔡王報道